廣州地鐵來到東山口站 再轉六號線 去黃花港 轉六號線都要走很遠 來到這裏已經走很多路 還要再走 還有一個長門 在這裏要找對方向 這方面的方向 是坐兩個站就可以了 最後是去鄉船 大陸原來已經實行女性車廂 下班的時候 五點鐘 早上上班 就是七點半 雖然是兩個站 原來路程都相當遠 現在上地鐵 碰彩,試試B出口 還有長電梯 又是很高的 又是再有電梯 又是再有電梯 直至呢 見到街了 好起長全 那這個人是新鮮艇的 又是新鮮艇的 又是新鮮艇的 一天 而且是新鮮艇的 和大陸鮮艇的 如果選擇坐巴士 這些都是來梁花崗的巴士 一路走 對面有廣東省科學院 廣東省地震局 很多單位都在這裏 我們來到這招牌寫著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霧 哇 黃偉朗 好希長寸 出巾就是入口了 A級的 不用收門票 一進來就看到這麼特別造型的獅子 看上去 這個牌樓是很厚很厚的 豪氣長寸 看來不知道是否實心 旁邊也有一隻獅子 右手邊進來 兩旁都是拍樹林 很有氣勢 右手邊 這裡走過來中間 這個就是正面進去 很多人都看過這個形象 再過來 左手邊 也是兩旁都種滿了拍樹的 這裏 我們來這裡有個詳細的地圖 在這裏有個特寫 是介紹一位叫楊仙逸 是革命空軍之父 將他世時 一直讀書發展 所有的內容 記錄下來 也有很多珍貴的照片 被人加深 軍的發展 自己陷入了一架飛機 做偵察機 果然是很有成就 很多歷史 如果不拿出來 很多人就忘記了 在革命的歷史上 這個空軍 也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這裡有圖片 介紹 航空局長 真是值得深究 將他介紹 給其他後人知道 自在沖天 是國父寫給其他 還有很長的一板 是介紹的 開始到梯級位了 黃花江 當時還有他的墓 現在遷回家鄉 這個是衣冠重 就是遷了家鄉 這個中山市 原來在中山還有紀念俗學 現在是做省的一級學校 展覽未完 過去一路還可以看 來到一個池 叫墨池 左邊、右邊都有 剛剛是兩邊 有一個放映室 如果接近下午來 兩點半就會有開放 公園這麼大 都是要用機器去收集 比較好些 一路都整乾淨的地方 進來很多遊客都習慣直走 但實際上這條右手邊 還有很多紀念的墓碑 還有一條墨池 走過來 旁邊 就有一個黃花亭 黃花亭 是1926年 是拜祭的人 提供這個休息的地方 很久不見 在那裡 鴛池 雙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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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花井 雙池 從木頭中 都秀 要出洞 在這裏我們尊敬鮮烈的高峰涼節 竹樹很有生機 這裏見到有兩棵 又已經長出來了 看你得很好 很清涼在烈日之下 這裏是公園管理處 亦有洗手間 原來在霧道旁邊的路子進來 就是這個黃花井 就算不是說看這個烈士 這個黃花江公園 就相當漂亮 綠油油一片 每天都可以坐下 吃東西都可以 有桌子 這裡有很多古樹 那這棵石栗 原來由東山區黃花小學 營養 原來是個營養 來的 那這棵石栗 不知道它是否一直负责照顾这棵树 这里写着是广州市古树名牧 这些全部都能登记了 这里真的很多古树 畅畅都是公园 所以应该有很多植物 这里有香土植物区 有300多种本地的植物 标记的沙螺树 很清楚看到了 这些花位也很漂亮 可以坐下休息 一路走过去 或是出到中间的大陆 在中间有一个休息的亭 坐下后又可以再去观景平台 红铁门的左手边很容易忽略 这个叫古树平台 用上现代的科技 好样的树木 真的好很多 这里也有很多工作人员 照顾花草 和其他人来的这些开放 湖花岗起仪的雕场 一直是有宣传的 頭雕的下面還有寫明的人物 每一個人的名字都在這裡 年份1911年4月27日 碧月黃花86人寫下絕命書 這裡是豪氣長傳 港朗尾收拾島72列市的遺體 葬在黃花江 這裏沒多久走走走走走 又有一個休息的地方 圓林的了 那些人在這裏跑步 出去就有一個水池了 有很多水種的植物 回轉頭 真的相當靚 這兩棵樹也挺有圓的 左右開工 這裏種的花草 是很茂盛的 有多久 又可以有一個亭 休息一下 近的 又有得看 這裏 梁亭在小山丘上面 看見一個大水池 萬一有事 都有救生設備 這裏 沿著這裏 旁邊已經沒有到 現在出回大門口 我們可以進行 前裏 就是 有滿意的 接觸 中心 然後 有 像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